我們看這一題 它會說這個函數在下列哪些區間上為嚴格遞增函數 我們來看看它在哪個地方是嚴格遞增的 我們知道嚴格遞增的話 它的這個是增函數 增函數代表它變化率要大一點 這個要大一點 微分的話是3x平方 減掉12 好,那我現在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我把零點先找出來 我拎它等於零 零點找出來的話 這個是3抽出來 x平方減掉3是12 那這個多少 這是3x減2 乃格遞增加2 好,那我把零點找出來 這是-2 這是2 這代1會等於零 你代2大的話 這正-負-正 這兩個等於零 所以說 它介於什麼呢 比那個2大的話 它是增函數 比乎2小的話 它是減函數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它的選項 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他說是 戶4到戶3之間 戶4到戶3之間在這裡嗎 這是戶4啊 這是戶3嘛 那戶以下的都是增函數嘛 所以這一段也是增函數 這沒有錯了 這嚴格遞增啊 這樣看第二個選項 戶3跟戶1 戶3跟戶1 戶1在這裡啊 戶3到戶2是增函數 戶2到戶1它是減函數 所以有一些地方是增函數 有些地方是減函數 不對 第三個選項 它說 戶1跟1 戶1跟1的話 這裡的話它是減函數 在這個區間 戶1跟1之間 這個是減函數 不是增函數 戶1看第四個 戶1跟3 戶1跟3的話 1到2是減函數 2到3是增函數 所以這也不是嚴格的遞增 戶1看第五個 戶3到無窮大 戶2 戶2只要戶2的話 都是嚴格遞增嘛 那它是從3的話 當然是嚴格遞增 所以第五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1跟5